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这个阅读的意思是快乐 我选择的内容 期望为你在乱世中带来快乐 为什么要做诗人呢? 孔子说 学而不诗则网 诗而不学则桌 意思是 正是读书学习 而不思考问题 就会网而无知 无收获 正是空想 而不读书学习 就会疑惑不能够肯定 每册语读诗人内容 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告诉你内容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就是朗读引述的内容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分享语读内容的思考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读哲学家 唐军艺的人生之体验呢? 因为人生之体验 收录了很多 去却悦的思想结晶 现在要读的是其中一篇 名为说孤独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说孤独 在群众之中 你生活于当时的时代 在孤独之中 你生活在所有的时代 孤独的一个人 在一个人 和世间 隐藏着无限 在群众之中 你不能够认识世界的无限 因为你只是注意 人家怎样认识世界 你只是觉得 人家的世界 是在你之外 你的世界被限制了 在孤独之中 你开始要面对着 苍茫的宇宙 所见 所闻 所思 的一切 在你孤独的时候 表现为你心灵的图画 画族的展开 依住你的心灵内部的天书 心灵的光辉 自天书中横四射 运行浸润于无穷的画景 你的孤独 永远不会令到你寂寞的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我的反思分享是 单独 而不孤独 能够和自己好好相处 才能够进步 预读私人这一期 说孤独 到此为止 我是阅读私人 黎传辉 祝你阅读快乐 思想向上 愿神祝福你